感謝星光大道的大舞台 我來自嘉義,來自嘉義,聽台語的通話 我盡量講破破的國語,但是不是故意的 我也沒有什麼沙文族裔是我們家裡家庭造成的 然後親愛矯正的來不及了 那我這個,我其實不是嘉義人,我是雲林人 聽說台北雲林鄉親特別多 我覺得不管是台灣的緩和的議題,或者各類的議題 南部人應該有相當的責任跟熱情來參與 我今年明天剛好三十五歲 那以前一直在想,看到很多的前輩 包括我在讀書以前就知道這個地方有這個野百合運動 那可惜我沒機會參與 後來發現這個台灣過去有很多什麼緩渡邦 然後呢,緩六青,尤其宜蘭的緩六青運動 那這個這麼多運動,然後那時候我記得,在入港的緩渡邦運動 有一群年輕人,現在聽說都變成了大導演還有一些人 那當時候的年輕人,他們組成了一個苦力群 然後美容啊,環水庫,越環啊,蓋越快 不是越蓋越快,預算變越多 後來沒有被蓋成了,美容環水庫的時候 那時候我剛好啊,有機會踏到尾聲 然後去的時候,我發現他們組了一群年輕人說要做獲勝會 那時候我就覺得,我是我們人 結果我回到時,說我們的年輕人聽,沒人有興趣 大家忙的是什麼?神明會啦 大家別人在忙後生會為了故鄉 啊,我們在忙我們的神明的事情 不過我就覺得,人家在談那個古川町啊 那個神明會也可以做得很好啊 然後外國的這個很多的案例 那時候我就覺得,為什麼我自己的故鄉不行這樣 那後來就當然只好很認真讀書 其實也沒有很認真 那個大學沒畢業這樣 後來還不錯,混上了這個研究所 那更重要的是,在我21歲那一年啊 就開了一個書店 啊,我本來想要在家鄉開書店 因為我想說,一個書店 可以把我以前沒辦法踏到的那個土地 或者沒有參與到的運動 啊,可以作為一個接軌 後來,這個回到家鄉 要說給我們的親家朋友聽 大家就認識 那個是做普隆公在做的工作啦 普隆公你們知道 就是齁,有一點不像敗家子那麼淒慘 可是在做什麼人家不知道 那,這個後來我還是決定不然再加一室 搞可能比較有機會 然後那個時代就開始這樣慢慢弄 那一下子耶,美龍水庫的事情還沒結束 一下子耶,這個旗鼓啊 台南的旗鼓要蓋七青大煉鋼廠 然後把它彈成啊,是整個南部地區唯一的希望 然後,那個地方要摧毀這個黑便疲路的故鄉這樣 那,後來我們就有機會參與啊 尤其我就有機會,我就怕去 那個年代啊,我終於看到這種艱困的時代 我告訴你喔,每參加的協會 不多久就分裂 比如說去返馬加水庫 看到原住民在那個裡面 遇到連經濟部要蓋水庫的 就用很多的經費在裡面挑撥 到了旗鼓也發現 漁民啊,草根的地方 他們覺得他們平時的生活就很好 薪水也很高 被外面的世界拗成 這個淘海人的地帶啊,是沒有投入的 青年回來是沒有希望的 可是你知道淘海的最大成本 第一個是這個油錢 第二個是時間而已生命 其他的他都很閒 遇到風比較大 就不要出海 遇到下雨不要出海 下雨過後不要出海 大概就幾個 下雨過後出海會堵到 有時候會撈到那個屍體這樣 好,那這個淘海人呢 那時候就跟我說很多個故事啊 什麼 一夯二號,三毛變身庫 鳥仔也沒有名 趁到你愛你娘 他在說淘海的時候遇到那個魚啊 有些魚要抓的時候要小心 因為那個魚它有分類 一夯一夯的風雨 風雨遮到你啊 會小心部位喔 遮到太陽線 遮到心臟就抓起來了 所以他把那個油 那個魚啊分類 後來,譬如說 他們什麼都有在說 找燒、找二號、找三燒燒燒 找三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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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 那種燒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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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 然後第四天要去抓的時候踏壞人家的附體 你就會被罵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 哇 陶海人的世界裡面有很多的故事 那我們的年輕人做什麼事 去訪談 然後去遊說人家 那個年代我們拍很多幻燈片 然後就去廟口去演講 我們其實不是生態學家 也不是什麼環保人士 只是覺得為什麼那個好山好水的地帶 要開發什麼一個不正義的那一種思考 那那個時代有時候 就像這樣扮成演講 待會補禮碰破竊 因為那個年代也記得 有一個議員改派 黑道的在鋁牆地來亂 那個年代真的是一個不太正義的年代 現在手法比較好一點點 那當然我們的技術就要進步 所以後來我經歷過很多很多的過程 那有時候 那個媒體都不報導怎麼辦 我們以前啊 最極慘的時候還邀了一群人 偷褲子 要幹嘛 去跳海 不是跳海 跳那個戲湖 那邊那個也跳不死 除非你告訴我 那我們偷褲子都是為了要 後面就寫著緩八清大電鋼廠 就是當時要蓋在台西 也去積極然而厭 六點多羊乳門不是在前面的那個 這個這個 極華總統的所在撒油清 我看到那個訊息 然後就有人告訴我 其實我已經在準備了 就有人告訴我 欸 北羊乳啊 欸 北乳門啊 啊 南國姓這樣 他說 名財馬英九要去你們的故鄉 咬他去 啊 衰啊衰啊 馬英九要來那怎麼辦 後來我當然為了這件事情 又做了一個 很憤怒的事情 不過我那時候在想 到底要用什麼事情可以 表達的比較成功一點點 傷害比較小一點點 後來我想來想去 我們島附近有地賽 你知道嗎 豬死啦 所以我一直在想 說大家只拼鞋子 大家用什麼 拼油漆 好像技術不太好 而且還會有後續性 什麼傷害罪啊 那我那時候就一直在看 什麼毀損罪 傷害罪 那毀損我就去把它擦掉嘛 你說湊這個宅人平的嘛 那我就跟他講 我這個 豬分是有機的這樣 好 那時候我就 那個7月19號 因為7月20號就是 他們要投票 7月19 國民黨主席選舉 7月19他們去那裡拜票 7月20號投 那那一天就做了那樣事情 今天要來 剛才要來的時候 收到那個檢察官終於煩罵 不起訴 所以今天很好玩耶 那所以各位啊 來這裡啊 是好玩的開始 也希望台灣也是可以這樣 那說到公開的文明 其實這幾年齁 我一直在思考的是 除了很多人跑去選舉以外 到底我們在地方上面的蹲點 包括我在想過去的 這個杜邦事件的所謂的 這個鹿港的苦力群 到後來的美龍水庫之後的 後生會 到我嘉義 我那時候在想的是 我們一群年輕人 可不可以一輩子不用選舉 但是選舉的人一輩子都要遇到我們 而我們要怎麼樣的蹲點 是可以道道地地的 不是小眾 雖然我們還是很小眾 但是要怎麼做出 不一樣的組織的力量 所以這幾年其實在討論的是 到底社會運動 是我們的地方可以做什麼專門 我老實講 有一陣子我很常跑那一種 菜池還是露餅還是那些營養檔 甚至農藥店 農藥廠 為什麼我不是要買農藥智商 我是要知道農民跟農藥廠的關係 我真的都懂了 不過農藥廠都是買票的好地方 因為所有農民都在那裡聚集 你知道嗎 我也常常跑去神明會 我不是要跳嘉將 但是我要理解他們在幹嘛 我常常過人喝 我比那個政治人物還滿 我一直想要理解 這個在整個地方要怎麼去做什麼 他們在談 政府在談社區營造 我談的不一樣 我要做的是 社會運動要怎麼蹲點 怎麼營造出另外一群觀眾聽得懂 然後我們可以一起 不是那麼的窮 可以做出一些事 很多年輕人開始在開業 很多的朋友在開咖啡廳 可是我覺得咖啡廳的做不一樣 後來我就搞了一間 不但可以搶救老房子 又可以做一些事 所以現在你要往路去查 很有名叫做御山律社 你不知道那一間御山律社 是家裡 以前要登御山很重要的一個據點 那後來他沿路到做黑的 什麼做黑的你知道嗎 我們那個黑的有特地 就是那些 黑的都有一條醫療 裡面大廳坐的都是超過五十歲的 會收賬 那他們做黑的就對了 後來當然就被抓然後倒了 我就把它租下來 然後花錢大家在地用 一起修理這樣 聽說最近這間不錯這樣 有消花壇 然後我們就再把那個錢都挪用 又去搶救另外一間 所以現在啊 聽說啊 這個在嘉義市 你只要打嘉義小集團 就跑出漁國性這樣 那我們那時候的想法就是 理想不變 但是要怎麼的努力 可以把這種力量來扎堅 所以後來像去年 就有機會一起接軌這個 舉辦廢核行腳的運動 也開始在思考藍部 中部 這次我們到底跟這個反核 這樣的力道要怎麼樣的 不一樣的結合 老實說這也到現在還在亂 還在試 有時候會解決就是 一些運動不是一時就會成功 所以我們嘉義有很多朋友說 你倒出也倒出會成功的 不要拚那種太大條 這拚就輸了 因為那種輸掉太多 人會看衰 結果好是不是 我們覺得反核這件事是要拚的 官場功能的事情我們也要關心的 路上的事情緊張不能放棄了 所以老實說我們在這時刻 除了被動員以外 除了 等待台北發起遊行以外 我們到底還可以做什麼事啊 那老實說我們也在運量 如果今年 這個核市場真的要營運 那我們可以去做什麼樣的 很憤怒的進展 老實說比賽是一步 但是我覺得那也不是辦法 到底還有什麼辦法 那這幾年 台灣的社會運動 也拜這種低迷的政府 這種效力不彰的政府 好像我們的社會運動 開始蓬勃起來 但是這是 一倍後是很新生的開始 所以我覺得 年輕人應該做不一樣的事情 除了激進以外 還可以有智慧 那這個智慧到底是什麼 那我想是 必須大家共同分享的這樣 那所以這段 可以聽說今天是第五十段的 這種 反核四五六的運動 如果台灣 每一個地方都可以像這樣 我覺得我們就用了 那可以一直持續 一直拚 大家一直討論 最重要的是 我們每一次的生活 都可以不一樣的事情 當然一樣也沒關係 因為要再接再令 但是要如何透過這個過程 不斷的把熱情串連熱情 把理想連接理想 把我們的運動的策略 延續另外一整個運動的策略 那這個才是經濟 就是地在進步 那這幾年 老實說 我們的熱情 有很多熱情 但是很可笑 都被選 選舉在收割 你知道嗎 我一直很 這十幾年來 我一直在看 那個 每一次的選舉 但到底他們在怎麼運作 像我們老婆 他們去 雲林教育 買票怎麼說 買票我還要看他們怎麼買 這也是親處 他怎麼扮人買也不會讓他們抓到 我就很認真 待在那個農藥廠 再看 每一間農藥廠 肥料廠 他跟那些農民之間的關係 我終於理解 我們知識分子一直在談有機 那真的不會負 你知道嗎 我們的農民 離有機很遠 你沒有辦法處理他幾個問題 幾個結構 他的知識 他的團體 他要相當有破 重要的是販賣 也是一種技術 所以在過程裡面 農藥廠跟他的關係 這麼密切 所以每次農藥廠的人 都可以選舉 做代表 要不然做橋下 那我們要怎麼樣開出 我的書店如果可以跟農藥廠媲美 他是有賭的 那我是另外一種賭的 我是理想的賭 所以那個過程 我覺得是需要 越多年輕人 下到農村去 向農村學習 去蹲點 做文化工作 兼社會運動 兼環保運動 但是那個運動 有時候又 在地的時候 又是要另外一種 意境的學習 或者 很多問題 是可以 做在書課 所以一家也 要稍微 如果是 還在讀書的朋友 還在讀書的朋友 應該練成讀書 但是 不排除你的實習 到鄉下來吧 我們也可以認證 那如果 你願意實習之後 就 再次不要讀畢業了 那麼快畢業幹嘛 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急著要畢業 畢業之後就失業 我以前也沒有那麼快就畢業啊 我也沒有失業啊 所以那個過程是可以 互相學習 來處理一下 那另外一種就是 如果你已經 在你的人生想轉換跑道 那你也下到農村來吧 雲林嘉義縣市是一個機會這樣 台南當然也是不錯 不過我覺得 台南現在很多人這樣 那這個 雲嘉地區 我們可以一起來 做不一樣的努力 那這個努力 還有很多的方式 不一定 開口的聽 我一直最近 在看那個紫童爐 紫童爐 在過去 也是 這個 整個台灣民主運動 一個重要的基地啊 雲嘉地區啊 聽說阿里塞高山茶很有名 當然 它的破壞也很嚴重 那我們在談這個茶葉的破壞 茶樹的破壞以外 我們什麼樣去用一個銷售的地點 談出不一樣的茶道 談出不一樣的種植方式 自然融化 那我想有機會這樣 可是我們一直在談的都是 種植的那一端 就沒有注意到販售的那一端 所以有時候販售的也可以邀請 很多我們都市的朋友啊 一起來努力這樣 誰說在台北就不能做一些事 台北更需要啊 所以 這個需要的過程 就是一種複鄉的連結啊 所以這是 一種理想的 不用連結理想 不用承接理想的一個過程 也直接做小廣告 那當然 你如果是覺得說 你這個生氣 也拼了很久了 你想要做一些更衝動的 啊 我們那裡也很多 你知道嗎 除了六清的問題 六清還有很多小六清耶 然後還有很多的水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那我們呢 唯有在那裡怎麼樣的蹲點知道那邊的一些脈絡 包括派系 包括土地上的問題 那我們的整個資助的基金 不用再兼政府 申請經費 我們透過一些 比較好的店的經營就可以來支持 這我有一點要學到什麼 有時候看誰看什麼 我以前看那個什麼 那個墨西哥那個茶巴打組織 我以前就很享受的 現在年輕人都跟我們消窃哥 我好像不夠 那個茶巴打組織不是很強嗎 強到他開這麼多店 賺這麼多錢 又辦體驗 大家蒙面 蒙面為了讓大家 不被看見嗎 其實是要被看見啊 然後就拍了很多電影 寫了很多詩 然後做了很多的 那個不一樣的運動這樣 重要的是他們開的店就可以去支持 然後就另外一種 那個非武力的行動 他們 茶巴打組織 也在畫非武力行動耶 他們說從1999年開始 就沒有再開過任何一槍 可是啊 他們在墨西哥的人民心中 茶巴打組織是他們的英雄 雖然那個力道還不夠 翻倒他們的政府 但是我覺得已經很相當的不錯 所以這個過程 我覺得是我們 還要認真書科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 要怎麼去練一下 先問一下 時間到了嗎 我出兩分鐘 好 所以 如果你有鄉主義 我們可以三個月拚 當然 最好再說還有一項 台灣現在更會更可能的 就是獨立書店 獨立書店更會更少 一整天我們參加那個 世貿的獨立書店聯盟辦一個 獨立書店文化社會辦一個攤位 我們共同出現的就是 現在要害人不是害人去選舉 現在要害人是害他去開設定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就能知道 設定很貪圈 台灣很多鄉民都沒有設定 我的故鄉雲林 我的那個雲林的 北港 它是水奶 烤鵝 大洗白療 只有北港的設定 更好一件 但是 還不夠好 很多設定都要賣什麼 你知道嗎 賣 送禮 一斤賣十塊 十五塊 五十塊 十五塊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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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大家樂的時代之後 現在樂透也要賣 那都明白 六合彩 在我們鄉村 還很失禁 你知道嗎 那 結果很多的書店都賣不開 我就想說 好 怎麼賣不開才好賺 那這個過程裡面 就知道 規格的過程 就是 你說他們的教育要怎麼 那我覺得 有機會開一間不一樣的書店 那這個書店 是可以 既有教育的機能 又可以 不一樣的經營 然後又可以做蹲點 又可以做文化工作 又可以做社會運動的動員 那 他的 經營之道到底是什麼 當然我也不敢講很成熟 但是我覺得 我們共同來思考看看 如果我在嘉義市 還可以 苟活殘存 那我覺得抖六應該也不錯吧 新演藝代客活下去吧 那 這個過程我們就一起來努力 好 謝謝